欢迎和我再次回到暗房 我们放大黑白照片 都是通过控制影像的明暗和反差 来实现我们的表达意图 其中的反差控制 通常是先通过肉眼或暗房测光表 来确定等级 然后选择相应号数的相纸 或选择可编反差相纸 再通过反差滤镜 LED光源等方式来控制反差 最终放大出一张我们自己满意的照片 那么如果在同一张相纸上 同时使用两种或几种不同的反差等级 会是什么效果 又该怎么操作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复合反差 复合反差法 英文称为Split Grade 也被称为分阶放向法 或是分级曝光法 简单说就是在放大的时候 对同一张相纸使用两种 甚至更多的反差 进行二次或多次曝光 以达到丰富暗部和亮部细节 同时又有合适反差的放大手法 我会从理论和操作两部分来介绍这些暗方技术 想看实操的朋友们可以直接跳到后面 但我还是建议对复合反差的理论有所了解再来操作 首先我们知道 复合反差是要在同一张相纸上使用不同的反差等级 那就必须使用可变反差相纸 所以从理论上理解复合反差 就必须先理解可变反差相纸 我们来看看伊尔福关于反差控制的文档 查看官方说明文档是理解技术理论的好习惯 文档的开始就表述了 可变反差相纸 Multi-grade paper 表面涂布的乳迹是由三种独立的乳迹混合二成 每种乳迹都含有基本的蓝色感光乳迹 然后添加了不同量的绿色增感燃料 所以混合乳迹的一部分主要对蓝光敏感 一部分主要对绿光敏感 还有一部分对蓝光和绿光都敏感 当相纸暴露在蓝光下时 由于三种乳迹都对蓝色感光 都会发生反应 三种乳迹的反差叠加在一起 由此产生的曲线具有较窄的曝光范围 就会是图像产生高反差 而当相纸暴露在绿光下时 因为这三种乳迹对绿光的敏感性非常不同 只有含有大量绿色增感染料的乳迹部分 首先发生反应 另两种乳迹感光反应慢 它们的叠加效应就会使产生的曲线 有一个非常宽的曝光范围 产生低反差 正使通过改变方法机光源的蓝光和绿光的混合比例 使得可变反差相纸最终呈现出不同的反差 文档中的曝光特性曲线描述了 分别在蓝光和绿光照射下三种乳迹的变化曲线 以及它们的综合曲线 横坐标是曝光亮 可以理解为画面图像中的亮部到暗部 重坐标是相纸的银颜密度 密度越大画面就会越黑 可以看到在蓝光下 三种乳迹的综合曲线非常陡峭 从图像的最低密度到最高密度之间的曝光区域非常小 也就是图像的最亮区域没有获得多少密度 而稍暗一些的部分很快就到了高密度区 也就是一片黑了 亮部暗部黑白分明 自然那就是高反差 而在绿光下 三种乳迹的综合曲线则变得非常平缓 图像亮部到暗部的很大区域都获得了密度 也就是画面细节 只有很少的区域到达了最高密度 黑与白之间保留了大量灰 自然就是低反差 我们再来看看伊尔福可编反差RC指的说明书 这是相纸的光谱敏感度 可以看到图中曲线有三个波峰 最左边的波长在400到450纳米的是蓝光 最右边525左右纳米的是绿光 中间的波峰是蓝绿光的混合光 这三个波峰就对应了相纸上的三种乳迹 它们分别对蓝光绿光和蓝绿混合光较敏感 使用蓝光绿光按不同比例混合照射相纸 就可以得到从00号到5号 共7个等级的反差 这是文档中的相纸曝光特性曲线 可以看到伊尔福在这些曲线下注明了 它们是使用传统放大激光源的绿色片 获得的这些曲线数据 以第四代RC这款相纸的曲线为例 这也是我常用的相纸 图中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依然是曝光量和相纸密度 我把两张图合并在一起来看这七个等级的反差 00号反差的曲线相对平缓 而5号反差的曲线是最陡峭的 在横坐标2这个位置 也就是画面的亮部 5号反差几乎没有什么密度 3号反差在这里已经获得了一些密度 而00号反差在这里获得了更多密度 也就是画面细节 在横坐标3的位置 5号反差已经几乎获得了最大密度 也就是相纸的D-Max 而00号反差的曲线还在1.3左右的密度位置 依然保留有大量的细节 我们了解了可变反差相纸的原理 和它在蓝光绿光下的反差片化 再来谈谈光源 我们使用的放大激光源 普遍是传统的白赤灯或者鲁苏灯光源 发出的是白光 我们通过反差滤镜或是彩色机头的绿色片 来过滤掉不同比例的蓝光或绿光 以此在相纸上得到不同的反差 而使用比较新的LED放大激光源 则能直接照射出蓝光和绿光 我这里借用一下孙鹏老师的图 来看看这两种光源得到的蓝绿光的差异 可以看到传统光源加滤镜 得到的蓝绿光相对混杂 而LED光源的蓝绿光则更为纯净 光谱更窄 由此导致的相纸的曝光曲线差异 那就是LED光源更纯净的蓝光能获得比5号更高的反差 绿光则能提供更多的细节 不同反差的曲线差异更分明 反差范围更大 所以显然使用LED光源能使我们在使用可变反差相纸时 获得更大和更精确的操作空间 到这里我们知道了 高反差提供了黑白分明的戏剧性 却丢失了大量细节 低反差保留了大量的画面细节 却使得画面整体发挥 在过去 既要保留足够的画面细节 又要有足够的反差 就只有使用中庸的三号相纸 比如著名的安塞尔亚当斯 他的整套去曝光理论 都是围绕着三号相纸建立的 同时配合着遮挡手法 来对画面的局部进行调整 但对有些底片来说 三号反差依然不如零号反差能提供更多的细节 也难以使缺乏细节的暗部黑得更深邃 遮挡的手法 也无法处理像毛发树枝 这些复杂细微的画面边缘 所以到了拥有可变反差相纸的今天 我们可以使用复合反差法来实现这一目的 简单说就是在一张相纸上 先使用低反差曝光来获得画面细节 再使用高反差曝光来提高画面的反差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际操作来更深的理解这一技术 可惜我没有LED放大机光源 只有传统光源的彩色机头 需要调整黄色和品红的滤镜 来作为黑白的反差滤镜 过滤掉白光中的蓝色和绿色光线 调整的数值和反差等级的对照 在一般的相纸说明书上都会有 我选择了一张彩色副片来做这次的复合反差 因为彩色副片带有棕红色的片机 所以通常放大成黑白照片时会偏灰 而复合反差非常适合解决这个问题 我先根据相纸说明书的数据 把机头的滤镜调节为00号 3号和5号反差 分别放大了三张 这是使用单一反差放大的三张照片 00号虽然保留了全部细节 但整体发灰 3号虽然提升了反差 细节保留的也还算不错 但依然偏灰 5号有了合适的反差 但细节已经丢失了很多 我希望保留00号反差的细节 又享有5号的反差等级 首先我在00号反差下打一个视条 视条的位置要放在图像的亮部 将视条显影干燥 然后我们在这张视条上 寻找亮部刚刚出现一些细节的曝光时间 因为5号反差依然会在亮部产生一些密度 如果00号选择的亮部密度过大 那么两者叠加的密度将会使亮部变灰 这里我最终选择了48秒的00号曝光 然后第二张视条放在图像的暗部 根据上一张视条的结果 使用00号反差先曝光48秒 然后将机头滤镜调整为5号反差 在这同一张视条上做高反差曝光的视条 然后显影干燥 这张视条上就有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了 找到暗部刚刚到达最黑 也就是DMAX的曝光时间 这里我选择了100秒 就是我们用5号反差叠加上的时间 这里我感觉亮部还是有一些灰 所以将00号反差的曝光时间减为了45秒 接下来就是正式放大 先用00号反差曝光45秒 然后用5号反差曝光100秒 这就是使用复合反差放大的最终结果 相比之前使用单一反差放大的照片 它比00号和3号有了更大的反差 相比5号反差则保留了更多的细节 同时也有足够黑的暗部 因为复合反差的放大方式 比起单一反差要稍微复杂一些 建议最好在每次放大时做好数据的记录 我用同样的方式再放大了一张810的 使用的数据是50秒00号反差 加150秒5号反差 同时对图像的局部分别在低反差和高反差做了一些遮挡 这是最终的结果 复合反差的整个过程中 准确判断低反差和高反差的曝光时间是最难的 需要一点经验的积累 这就是复合反差的原理和操作了 但我还有几个疑问 一是如果我们先使用高反差再使用低反差 那会是什么效果 什么情况下需要这么做 二是如果我们使用三种甚至更多的反差 那会是什么效果 为什么要这么做 希望能有你或是未来的我能回答 当然复合反差法不是万能的 只有在你的照片 比如在三号反差时 已经有了足够的细节 但暗部还不够黑 而3.5号反差滤镜给了你足够的黑 但又损失了一些细节的时候 复合反差会方便你更精确的调整影像 当你的底片亮部暗部 就在3号4号或者5号反差时 就已经有了丰富的细节 那使用复合反差法反而降低了效率 或者你的照片并不需要表现太多的细节 或是明显的反差 同时一张完美的放大照片 还少不了遮挡这样的局部调整手法 当然使用何种方法的前提 都是你对自己的拍摄冲洗和呈现都有清晰的概念和控制 所有的暗房手法都应该是实现你表达目的的手段 而不是标准 当我们惯常地认为放大时只能使用一种反差的时候 复合反差法突破了我们的惯性思维 新的技术给了我们更大的自由 同样的拍摄冲洗显影曝光这些阶段 我们都可以突破惯常的标准 自由去尝试各种可能 给我们的创作提供更大的空间 复合反差法其实是一种早已成熟且广泛使用的方法 但当我想要查找这方面的资料和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在中文的视频世界里 几乎没有人专门详细介绍过它 以至于我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些技术的时候 遇到了不少困难 所以我才自己尝试并且拍摄了这些视频 我相信有很多非常了解这些手法的暗房高手 希望我抛的这块砖能引来你们更多的欲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